第769章 追杀与化教主 最终祭出了真正的大杀招 真武实践 更是让无数人为之色变 尤其是那些想着 双方要是会两败俱伤 就一起一网打尽的想法的那些势力 看到真武学府真正的实力之后 顿时打消了这样可笑的想法 真武学府居然有二十几尊超脱镜高手 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语化教超脱镜高手非常多 众人也是知道的 因为毕竟统领了一整个大世界 产生的高手远远不是真武界这样四分五裂的状态 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真正让轩辕殿等平日里 和真武学府诸多较量的势力 为之色变的还是真武学府超脱镜的数量 他们所拥有的超脱镜的高手 也就只有十尊左右 即便如此 已经能成为一股可怕的势力了 但是现在真武学府居然有超过二十尊的超脱镜的高手 是他们的两倍 而且这还没有算上之前摆出了七星破元阵之后 死去的那七尊超脱镜的高手 不然的话 绝对超过了三十尊 是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三倍 如果之前真武学府不是被他们联手压制 哪怕是被他们找到一点机会 一旦出手的话 恐怕他们会被剿灭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即便如此 经历过大战之后的真武学府的实力 还是比他们还要强横上许多 这不由的不让他们为之色变 为之胆战 经历过了这次的大战之后 众人对于真武学府的实力评估 顿时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以往也没有觉得真武学府很低调 相反的还觉得 他们仗着曾经统治过真武界的事情 而异常的高调和高傲 但是现在才发现 和他们拥有的实力相比 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 都可以称得上是低调了 而且许多人认为 何止是低调 简直是故意隐藏了 面对溃败的与化教大军 诸多躲在暗处观战的超脱镜高手门 纷纷叹了口气 与化教的实力不可谓不强 准备不可谓不充足 甚至为了入侵真武学府的事情 他们都准备了好多年 但是现在又怎么样 完全阴沟里翻船了 在真武学府这个破落户的面前栽了跟头 堪称是最为意外的逆转了 这让许多原本还想捡便宜的事里 一下子就吸了这个心思 开什么玩笑 这可还剩下二十几吨超脱镜的高手 光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恐怖至极的威慑力 何况他们也不知道 真武学府是不是真的底牌尽出 万一还有底牌没有放出来怎么办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即便是真武学府底牌尽出了 就这一柄真武实践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根本无解的存在 而这个时候 真武学府的弟子 便犹如是猛虎下山一般 横冲了出来 对着已经成丧家之犬的与化教的弟子 一阵猛打 不过叶西文对这些都提不起兴趣 哪怕是半部超脱镜的高手 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兴趣了 他直接盯上了一个超脱镜的高手 他只是远远的见到这个超脱镜的高手 竟然手持与化图仙刀 虽然没见过这个超脱镜的高手 但是却也从别人的话中知道 这个应该就是与化教传说中的教主了 这次与化教入侵真武学府 就是由这个与化教的教主亲自带领的 这个时候 他却像是一条丧家之犬落荒而逃 叶西文几乎没有任何考虑 竟直追了上去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飞的方向 正是自己这个方向 因为叶西文这个方向 是没有超脱镜的高手的 而不是超脱镜的高手 谁敢朝他动手 那不是在找死吗 所以谁都没有想到 叶西文竟然敢对超脱镜的高手动手 或者说敢打一个超脱镜高手的主意 但是对于现在的叶西文来说 如何将天元净晋升 已经是他心头最记挂的事情了 但是那又偏偏是需要一尊超脱镜高手的精血 作为引子的 这就逼迫叶西文 不得不打一个超脱镜的高手的主意 如果是在一个超脱镜的高手 最鼎盛的状态的时候 叶西文是想都不敢想去打一个超脱镜的高手的主意 但是现在这个与化教教主已经是身受重伤 正是最好的 也是唯一有机会的时候 他们这样的高手一旦恢复过来 那就不是叶西文所能够染指的了 如果等那与化教教主恢复过来 只怕真是一个手指就能将他碾压至死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叶末 对那一把与化图仙刀有极大的兴趣 虽然刚才在和真武实践的对抗之中 与化图仙刀落入了下风 但是那并不代表与化图仙刀不如真武实践 作为同样的镇派法器 与化图仙刀并不差 只是因为真武实践吸收了十年来 所有镇王的高手的所有惊邪 这才让威力一下子增加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否则的话 两两相对 与化图仙刀 是不会落在下风的 毕竟也是与化教的镇派法器 而且如果不是与化图仙刀的保护 那个与化教的教主只怕也早就真武实践给镇死了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与化教教主的速度极快 几乎就是片刻间犹如流光一般 消失在天际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追得上 哪怕是在重伤的状态下 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媲美的 不过那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的 对于叶西文来说 却并非如此 直接换出了星辰巨兽分身 已经处于半步超脱镜后期巅峰的实力 明显比他的本尊要强上一截 展开恶魔之意第二个层次的形态之后 瞬间像是一团金光一般 一段一段的闪烁 每一次闪现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不知道多少里之外了 叶西文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击杀这个羽化教教主之后 非但能让天元净晋升 而且这一把羽化图仙刀威力也极大 有了这把羽化图仙刀 就算是超脱镜的高手 你也未必没有机会击杀 叶末兴奋的说道 哈哈 这可是一把能够图仙的法器 在这些羽化教的人手中 那真是浪费了 叶西文点点头 羽化图仙刀的威力 就算是现在的叶西文 也不可能发挥到极致 哪怕是等他有一天 跨入了超脱镜之后 也不可能完全操控的 助羽化图仙刀 甚至可能要像与化教的人那般 要诸般准备 才可能使用 但是对他来说 这又是多了一项撒手锏 一项可能一击必杀的撒手锏 至于刀法之类的 叶西文是从来不担心的 他如果真的打算以刀作为兵器 那么要弄到一套刀法 也根本不算什么难事 真武学府之中 也有这样的刀法 以他现在的地位 要学到一套顶尖的不逊色鱼 大破灭星辰拳的刀法 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这便是有传承的好处 相对于那些辛苦的 要去想尽办法学习功法的散修来说 他只要有足够的积分 再加上他现在的地位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再加上他的神秘空间 以及身上的无数财富 就算是要学习什么刀法 也能够很快的速成 这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当然 前提是要先得到 这一把羽化图仙刀再说 本来就已经是半步超脱镜后期的巅峰 只差一步就能跨入超脱镜了 一身实力 自然不必说 何况更有恶魔之意 掌顶尖的身法 竟然被他越追越近 不过是片刻间的功夫 双方已经飞出了真武界了 直接冲进了星空之中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追我 很快 追杀上来的叶西文 已经被羽化叫教主发现 顿时极为震怒 脸色异常的惨白 这个时候 叶西文终于看清楚了 是一个身着滑袍 面白无虚的帅气中年男子 这个时候 威严的脸上 却带着几分暴怒 他身为堂堂超脱镜的高手 与化叫教主 哪怕是在这浩瀚星空之下 都是有数的人物 能够和他并肩的人物 不过是实质之术 可谓是站在亿万人的最巅峰 但是竟然在这个时候 被人追杀了 如果对方也是一个超脱镜的高手 也就算了 好歹也是一个 能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物 但是这算怎么回事 一个平日里 自己根本看不上眼的 半部超脱镜的蝼蚁 居然敢来追杀他 虽然半部超脱镜的高手 距离超脱镜 也仅仅只是差一步而已 但是就是这一步 就和超脱镜的高手 有了天壤之别了 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事情 他现在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人 被一只蚂蚁追赶一样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但是他还是没有停下 这个时候恐怕背后在追的不仅仅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半部超脱镜 在后面估计还有超脱镜的高手会赶过来 等他在这边耽搁了 那么很可能到时候就要面临超脱镜高手的围剿了 那他就真的是离死不远了 想到这里他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开始燃烧了一些惊血 加快了速度要逃离 叶西文健壮顿时大喊 都说羽化教教主是一条英雄好汉 我看也不尽然 现在还不是逃得向条丧家之权